前些日子,皆因为旅游去希腊,先到的这地方叫雅典,最有名就是雅典娜,后到了盛托里尼岛,这儿的风景也不差,这才算回到北京城,继续给您说平话。 这个礼拜天的晚上,咱们都是讲那个雅典,雅典是福松灵写的,福松灵先生是山东人,所以他写的这个事情,大半处在山东,不能说完全都是山东的事情,山东的事多,山东的人多,里边偶尔呢也有些个山东的图画,可不是现在的话, 是当时明末清初的话,那么这个山东您都知道,是孔圣人的家乡,因为孔圣人是山东取福人,所以这个山东呢,孔子遗留下来的世纪是多的,那么这个很多地方也都跟孔圣人有关, 那么山东人呢,那么山东人呢,那么山东人呢,也以孔子而为骄傲, 哎,所以这他有什么圣地啊,圣乡啊,这些个名词, 咱们这一段聊天说的就是一个,孔圣人的后代, 原文写,孔雪丽,圣依也, 这是圣人的后遗,他说这孔雪丽, 那么他要是圣人的后遗没别的, 一定他是念书人, 啊,孔孟 之后, 要不念书,仿佛犹如他的祖上, 犹如门庭, 那你说我又不念书,那怎么样, 您看那个, 嗯, 水浒传, 山东, 的事情, 那姓孔的, 上梁山造反了, 不也有吗, 是不是, 那要听雍正见辖都, 孔秀当贼了都, 当小偷了, 那也有,那不能从一而论, 这个孔雪丽圣依也, 这个人最有修养, 哎, 给人平常的这个, 大伙的感觉呢, 就是气度不凡, 说话也很文雅, 那么父亲呢, 老王跟着母亲过, 家道称不上贫寒, 可也不富裕, 就是母子相依为命, 老太太呢, 就是在牙缝里边过生活, 准着点呗, 舍不得吃, 舍不得喝, 供着这个儿子念书, 那么儿子在外边呢, 有些个交往, 同学们呢, 都很器重他, 最器重的哪一点呢, 孔雪丽啊, 供师, 供人的供, 在这就不能说是供人的供, 就是供整的供, 他写中的诗里最供整, 一个诗答个队, 才子敏捷, 优胜于他人, 这个做诗啊, 跟别的还不一样, 跟写文章不一样, 写文章啊, 你只要是, 构架, 有了, 哎, 你平常的文学基础很深厚, 那你时间长一点没关系, 总能写出一篇好文章呢, 有的就是写小说, 写一写, 编不下去了, 您都知道, 到平静这儿了, 过不去了, 怎么办呢, 撂一笔不写了, 寻找一些刺激, 找点灵感, 你甭买大麻吧, 出去采风去, 啊, 什么叫西勒呀, 哪叫瑞典呢, 德国呀, 加拿大, 奥地利, 您随便去吧, 来到那儿去, 开过眼界, 我出去不是为了这个, 我有的是灵感, 啊, 我也不需要了, 因为我不说新书, 我就是回家给您看, 那水火流斋, 这都是现实的书, 我拿过这一瞧, 就这么给您说就是了, 照文宣课, 没有什么创造性, 那有的人不成, 他是编故事, 我这现成的故事, 您复述复述, 哎, 回来, 有灵单了, 接着往下写, 那么这是做文章, 这个写诗不成, 写诗你要让人佩服, 得快, 你要来, 因为我去与寂静生情, 大伙人走着走着, 哎, 啪, 用手一指, 你看头了没有, 这儿有一桥, 这大伙, 以这桥为题, 这就得来一首诗, 啊, 眼前来的独木条, 这不颤的这不摇, 古墓先生南行走, 绕, 哎, 不单他绕, 咱们从那不绕大桥去走, 大伙人绕, 这走着走着, 怕这儿娶媳妇, 哎, 您怎么样, 眼前有一花叫, 哎, 这个这个这个, 这个敲锣打鼓放鞭炮, 哎, 一会儿新娘子迎娶到, 哎, 这啪啪张嘴就得来, 说这不就是打油诗吗, 这也是才思的一种体现, 但是我做的诗不成, 还要工整, 所以胡宗良本身是文学家, 他给工学立下的定义, 叫做工师, 尤其在这个爱诗词上, 那是很有能为, 在同学当中算出类拔岁, 这些人都得记得, 为什么呢, 这个胡宗良他写书他都有用, 他把一个人交代出来, 对他下的这个定语, 跟后文书他的所有的行为都要有关系, 跟后文情节发展呢, 他有用的是个铺垫, 那么他跟他母亲在家, 相依为命, 也有不得志的地方, 就是这个工师啊, 这个东西啊, 不实用, 这叫什么呢, 这就是文字消遣, 考试可不考这个, 就跟现在, 这个考试似的, 写议论文, 写一个继续的, 叙事故事的, 这么一个文章都可以, 你拿我, 我写这个答卷, 写评书就不成, 你写的再好, 老师打一大咖子, 不计多, 你会的这个, 跟老师要考的那个, 不一定, 怎么样呢, 他就动了一袖子, 就不能再重, 他的同学的人, 你俘虏他, 评诈书这连事都没他快, 写出来也绵绵强强, 没有他这个巧妙, 没有他这个功德, 但人际发股文章做得好, 所以蒲松陵本身呢, 是考试制度下的这个牺牲品, 他最恨这个, 在他的文字当中, 往往要触及到这一方面, 是最痛恨, 也是他明的暗的, 都要谩骂跟揭露讽刺的, 你看他明明表扬这人公事, 但就这人没有, 得到相应的一个位置, 叫这人没当官, 那同学全当官了, 每天, 敲锣打鼓, 啊, 揭露拥管, 谁谁又中举了, 那一中举他就了不得了, 那就要当官了, 就是后卫军了, 已然你现在就办哪官老爷了, 过些日子, 放了十缺了, 人就走马上任了, 他呢, 还是家里的穷秀的, 总是不得地, 所以这是他不得志的地方, 好在这个人呢, 性情比较平和, 孔雪莉这人呢, 不太正经, 哎, 跟着老娘回来, 有一口热红饭吃就知足, 但是陪他玩的人越来越少, 同学人都纷纷的高救了, 就他一人还在家念书呢, 再到学舍里边一瞧啊, 脸上有点挂不住了, 怎么, 那同学们都比他小了, 自己童年的那些个人, 全都走了, 现在这都是比自己小好几岁的, 但是大伙子还很尊敬他, 一个他是学舍里的老前辈, 学长, 另外呢, 他的岁数还能跟上时代潮流, 他能赶时髦, 你要做师打队还得让过他去, 这年轻的都没他脑子坏, 所以大伙子很恭维, 孔雪莉, 孔雪莉呢, 在家里头每天就成点书, 这些同学呀, 对他不错, 时常的有书信来往, 其中有一相好的不错的同学, 放了时缺外任, 就是天台县的县长, 当了七品父母官的, 一县之长, 民之父母, 上任之后, 政绩斐然, 官生有望, 那么在自己处理公事以弊呢, 闲暇时期呀, 跟着手下的这些个师呀, 牙医呀, 大伙一聊天, 大伙很恭为县长, 和县长您的这个文学一般人比不了, 真得说是出口成章, 欺负成师, 县长一听乐了, 你们这是拍把屁, 我这个差太多了, 我家里有个同学的叫孔雪丽, 那是我们小的时候一块念书的状元, 你别看这人窝的家, 没有出事, 但是, 真要说, 做这个文字消遣, 哎, 社富猜谜, 银师答对, 谁也不行, 都得让我孔生去, 大伙一听是啊, 哎哟, 您这我们看着就太深北斗了, 您这我们瞧着就投钩了, 含有比您高的, 那也太高了, 不能吧, 大伙就是拍马屁, 阿谕奉承拍县长, 县长一听不然, 我能说家话吗, 哎, 你们提到这儿这么着, 我这同学孔雪丽呀, 不得知, 我现在好歹是个县长, 我手里也缺人, 干脆, 我写封信哪, 让他上天才线来的, 大伙这儿我说了算了, 牙子里的我给安置个室友, 最起码他有一份凤子, 好养了他那老娘, 另外这一人窝在家里多闷腾, 再有我让你们也开个演技, 你们到时候听我们俩一聊天, 哎, 我们俩人这么一谈话, 你们就知道他这学问了, 那比我高的多的多, 我这个就是硬式文学, 八五文教条的很, 人那个脑子可活粉, 你别看这人老是, 但要说做学问起来, 人家可不拘泥一股, 大伙已经好吧, 既然您把您的同学夸得跟花似的, 那您下书信给请来吧, 我们有这么一图事的, 也高兴, 天台现在现在令人琢磨, 抓紧吧, 啪啪啪啪啪啪啪, 写一封信, 找你腿坏的牙医, 上家里头, 请我这同学, 到孔就啪啪啪一砸门, 老太子嬴的门, 老太子把门打开一跳吓一跳, 轻一大帽, 腰里边吸一大袋, 跨着铁齿, 这边别的链子, 手里边拿着公式, 往门口都一站, 一掐腰, 他当官人的, 他不会点头哈腰, 官人会不会点头, 会见上帝点头哈腰, 头也不谈, 往那一站, 那要知道这个当官的, 见着上下疑的关系, 您就得看廖斋去, 这廖斋里都写了, 什么叫官, 堂上一呼接下坡弄, 官者, 特足利, 特牧师, 看官都这么看, 他手下人, 官大一击压死人, 马路上卖白水, 那见着官不这样, 能一汽油桶刷干净了, 里面拿泥一汤, 够饭炉子炭火, 把烤白水贴边, 那么一烤一煤着, 你走多的关跟他都没关系, 烤白水, 烤白水, 红杨白杨不甜, 你看他这是区长, 他不知道, 他怎么不知道区长的厉害, 他怕城管, 城管哪里分队队长来的, 那城管那分队队长, 见着大队的队长, 马上离八米就敬礼, 大队队长要见着, 管委会主任, 那离着十六米就站住, 我不知道哪位, 我们在城管工作, 找不齐劲在座的, 有这系统的, 我就给您举了个例子, 想起来, 县官度如县管, 所以压抑地站惯了, 门口一站, 好, 是孔老太太吗, 老太太家里书香门地, 别看不富裕, 穷人家, 但是当初老头子在的时候, 那家里边知乎者也, 也在老太太也, 受得熏陶, 又把儿子培养了, 秀才, 这么大学子, 老太太真听不惯的, 这样对孔老太太, 不敢, 这个您找谁呀, 我找孔雪莉孔先生, 那是我儿子, 太夫人, 太夫人, 不敢当, 不敢当, 我还心里慌啊, 这是我儿子犯什么事了, 怎么来一官人啊, 您天台县, 或还是我们本县, 您是天台县的县令, 不外人, 我们老爷, 跟这个您家的这位少爷, 孔秀的孔先生啊, 是同学的, 让我下一封书信, 请他到我们天台县里边, 出事做官, 当官了, 哦哦哦, 老太太一时也想不到心头哪个同学的, 哦, 那您请进来吧, 老太太把这差役给张晋兰, 孔雪莉干嘛呢, 孔雪莉不管, 就是念书, 外部跟朋友一块聊天, 在家没有, 什么有时敲门啊, 都是老太太, 平常啊, 做饭什么也都是老太太, 老太太不喊呢, 他有时候一天脾骨出门, 就在书房里面念书, 老太太叫他, 哪儿啊, 来吧, 天台县来了一位上差, 下书信到咱们家, 大概是你某一个同学的当了县令, 前来聘请于你, 哦, 孔雪莉出来, 你还别说, 当差一见着孔雪莉, 知道这日后可能就上我们县, 当官了, 多的官也管着我呀, 所以到这儿可以刺牙, 哼, 孔先生, 您是, 您一看便知, 好好好得罪, 伸手把这封信拿过来, 信人, 抛出来, 这么一瞧, 明白了, 一个要好的同学, 做了官了, 孔雪莉一条乐了, 就他笨, 谁要出一顿题目, 写个诗啊, 康氏别怒, 我都写七不十手了, 差点刚写两连, 连个下半阵都没有, 天台县县长, 明知父母, 一任县令, 管的, 打好几万人, 请我, 可是还有混得比他好的呢, 哎呀, 当初在一块, 都是小弟兄, 一块念书, 同学嘛, 能想着我那就不含, 很受感动, 以为他都不行, 他跟我还是真有交情, 不敢善端, 得禀明老母, 您请坐, 七掌茶, 这个差役坐这儿吧, 等回信, 把老太太拉到李坚窝, 碗面喜色, 娘啊, 我这个同学, 确实写来一封书信, 打算让儿五, 到他的县里边, 充当一个木宾, 这就算是个小小的官人吧, 那么娘您看, 我是去的, 娘, 是去不得呢, 老太太一听好啊, 万般皆下品, 唯有读书高啊, 读得那么邪书干嘛, 学而优则逝啊, 你那些同学都当官了, 而你早就还当官, 现在当, 似乎都晚一点, 既然是同学相邀, 应当去啊, 实在我割舍娘心, 老娘已经年纪高迈了, 有在是父母带不远游, 有必有方, 我走了您老人家, 你在家也是我给你做饭, 你每天念书, 你走了我做一人饭, 比做俩人饭清澈, 不要挂爱, 去吧, 到那儿有个前途, 你真当了官了, 接为娘上任, 他叫我一声太夫人, 我也心安理得, 就是你那死去的父亲, 九泉追下, 齐心必备, 那你爸不念一位, 不想当官没当了, 你爷爷念一辈子书, 想当官没当了, 到你这一块, 要念半辈, 半辈书再白念, 那咱们这孔雅, 多么样的寒贪呢, 现在你甭把大小官, 你当个官, 我对你死去的爹又交代, 老太太很高兴的, 好吧, 谢谢娘您同意, 我出去回复于他, 快去快去, 费了请大劲, 从老太太的这儿, 要出五千银子了, 拿着这五千银子赏与来人, 原书必回, 我就不写回信了, 你见着我的同学, 你们县长就跟他说, 我呢, 十多三两日, 快也就是明天, 我就动身, 上县里边去找他去, 你看好不好, 那也不必这么着急, 啊, 我们县长连来到说了, 呃, 您他的事实怎么, 家里都安顺好, 知道太夫人年纪高慢了, 还特意跟小的我说, 呃, 看个太夫人怎么样, 要不成就随地一块认上去, 那倒不必, 因为你当这官不大, 你带着老太太很不方便, 也就说你到了一个新的地方, 也就分离一集体宿舍吧, 有你单独一间房子很不错了, 你还不够啊, 把娘啊, 带去, 这以后再在那娶媳妇养孩子, 这还达不到这条件, 这五钱银子, 买茶不足买饭不饱, 您带着您家, 啊, 咱们以后这就同事了, 一家子里昏半天, 没别的空浪, 我先谢谢您的赏吧, 当差点打签, 接这五钱银子, 原书信拿回来, 带一句口信, 躺走了, 封尘图谱, 好了各位, 刚才呢, 咱们听的这段是网友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